選戰已經是最後倒數三十幾天 現在看韓俊瑩 從昨天到今天看起來 有荒腔走板 粒粒粒粒 北上 我在期待 侯友宜跟他要合體 我在期待 主力輪要接政選總部的主任 委員 叫鑽石三角 大家期待 處理這個地方有時候緊張的緊迫 主持人有時候助選員 有時候連候選人的名字都喊錯 這是有的 因為肉三掛四那邊不料 但是候選人如果心裡沒準備 就像天壯英明那不可能的事情 這件事 藏人這件政令很重要 什麼東西 韓國瑜一點準備都沒有 他在等別人都喬好好 準備便宜 他起來這樣而已 有幾件可以看的 不是只有侯友宜化 說什麼話 主任是一戶被趕鴨子上架 丁裡把那些說起來 好像怕鴨子比賽哪裡有到第八局 第九局 你就去打了 敗選 敗選心態 敗選心態 他就說清楚了 但是被趕鴨子上架 必須要共同承擔這個精英 所以不得不去 不得不去說一些好聽話 但是大家都知道他的心理 我為什麼說 敬選總部的主委非常重要 原因是什麼呢 說一道你讓你聽 新北市一百二十六的里長 居然跑去花林去參緩 好像放寒假的 居然沒有到這麼重要的場合去支持他們的總統候選人 支持他們六位候選人 當然裡面有的全部是國民黨也有民進黨 可是里長在接受訪問講說 他們六號才通知我們八號這個造勢 就這個流程啊 人家辦一個這麼大的活動 你要叫人家里長來 你也就跟人家說 人家里長去花林要去參緩的行程 一兩國的行程都拜好了 你一個造勢場面六號跟說八號 留下來 就是里長說我為了這個給你留下來 我參緩放棄 這證明說沒有競選總部 單單靠新北市黨部是無法抵抗的 你抗不抗抗的 這到底如果新北市 侯友宜接了主任委員 他當然抗下去 里長都流流下來 大家都乖乖的聽嘛 尤其是新北市政府出面的話 里長會不聽嗎 這是沒有一個人指揮的動 這一百二十六個跑掉的里長嘛 這給大家看得出來 你這個造勢場合就像東豪講的 要聖密的部署嘛 你根本都沒有聖密部署 畫畫悄悄的 把這些人都抗來 抗來 要說什麼自己沒辦法 證明給大家看 如果是鑽石鐵三角 今天放旺集團的寒天時報 頭版頭的照片 不會把朱立倫切到剩下頭髮而已吧 鐵三角鑽石的不是三個人應該在一起嗎 把朱立倫切成這樣子 對嗎 現在這張報紙也是對朱立倫這種態度不大歡迎 也不必要啦 所以只要 凸子跟漢子合就可以了嘛 但是漢子 我也說得很難聽啊 漢子不接 你不能對市民的承諾 放棄啊 所以看這張報紙再給你看說這個叫鑽石 鑽石是假鑽石嘛 這不是真鑽石嘛 這三角沒有真正的三角 你不符合支持者的期待嘛 我這裡看觀眾聽不懂你就看得出來 如果你一個部署很聖密 這張是韓國瑜在新北市上大張 要靠在贏他們說的 新北市才贏了二十萬票 就靠這張 結果台中是這種情形 後面是一百二十六的李長 走去法連 沒有在家 李長是最基本盤的 李長如果沒有在家 你要去哪裡動完這裡 那是議員議吹出來的人 叫吹出來 那是台面相的的人 對 從這裡來看 不是說韓國瑜講話掛 掛山漏室啦 講得在漏糕啦 他連一點政選總部 政選幕僚 連一點這種準備都沒有 走到地方都有人來傳便便 一看去上樓 湊肚子六條整個 這樣就要贏了 走到九月 找八到現在 很像 正如十二月八號 剛好三個月 我們來看三個月的演變 有什麼差別呢 他在台上講的 跟三個月在舞台上講的 有什麼差別 讓一時才有信心啊 有什麼差別就沒有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 朱立倫在寧為壽命 要共同承擔的時候 這招一跳下去了 好像棒球打到第九級 臨時換一個投手的時候 他曾經被換過了 洪秀柱的時候他換上來了 這一次他又上來了 能不能搶救這個敗局 他要不要負擔百分之五十的重擔 其他百分之五十是吳敦利 他居然去替他的新北市立委喊聲音 可見他跟侯友宜一樣的 如果他把新北的立委險情告掉 沒輸得很難看的時候 他責任就少掉一半了